今天是2022年10月25号 我们来到建宁回访使用大力丸的陶树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年受干旱影响 农户也有浇水 这边的使用大力丸的叶片比较绿 比较厚 这是在最高处了 这边是分界线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 这也是农户自己的 这是下常规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区别特别的明显 农户非常认可 表示它在离树 今年也会全部用大力丸 这些小树嘛 没像啊老哥 那叶子跟旁边就差多了 是不是差多了 叶子是不是差 有差吗 差好多 一个是叶片更绿 叶片更厚 你看旁边嘛 这个叶子更厚 更轻 更小 更黄 更小 它更耐晒 你发现了没 这个叶片 这边涂了叶了 是不是 这边这个叶子三米左右 最好